创造,但是无论如何,了解这些社会上关于财富所创制的法则,对你总是很好的,同时你也能与这些法则和谐共处。 如果你能够使财富的灵性和人为律则和谐原容的话,那么你就能花更少的能量在吸引、储蓄并创造更多的财富。 许多人正尝试驻让走在灵性成长的道路上,而同时也拥有财富的概念成为自己观念中的一部分。 可能你需要借由赚钱以及花钱的方式,来使你生活中的那些财富反映出你的诚实、慈悲以及对别人的爱。 你可以拥有财富并遵循灵性律则。 当你与你灵魂的智慧调和一致,服务别人,并将你四周围的能量带进更大的秩序、更大的和谐及更美丽的状态中时,财富必将来临。 让繁荣昌盛见机在你贡献给世界的真、善、美的事物的数量。 贫穷并不会使你更高尚,因为要实现你的生命工作,常常是需要金钱来协助的。 你灵性的成长将会增强你显现丰盛事物的能力,而你显现的能力也将会协助你,使你能为这个世界贡献出你的灵性事业。 财富是一个极具威力的力量,因为你赚得、积蓄与消费金钱的方式,将决定你的每一笔金钱是否都能为你与别人两者之间创造出真、善、美的一份力量。 保持关于财富的新思想是很重要的,因为这会使财富成为一份力量,运用在对这个行星最好的事物上。 所有的形式都追随在思想之后,保持住新思想,你可以为自己和所有人创造财富的全新事项。 每个人都可以扮演一座强力的广播电台,将积极正面的财富观念传送到这个行星上,而促成所有人对财富的更高远景。 匮乏的信念助长了这星球上的战士,并且也使得人们从地球上拿走比他们需要还多的事物。 丰盛是每个人自然与生俱来的权利,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丰盛,其实你们并没有什么理由发动战士或伤害地球。 你全新的信念,会将那些能为每个人创造丰盛的方法带来给你,另外还有激引太阳光和其他的无限源头的方法,而这些也许是你从未曾想过的。 宇宙的供应是无限的,在这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充足的温饱、衣物、集住所,而且这些都在你们的科技及你可以达到的范围之内。 只要你愿意相信这样的信念,你将会惊艳到这些,现在你就可以开始让自己相信,拥有所有你个人需要的事物是可能的。 你可以拥有的事物真的是毫无限制的,全然地拥抱你所能创造的极限,以无限的方式思考,追求你一直想要的一切事物,让你的心态充满弹性,保持开放,并愿意让新的事物进到你的生命中。 你可以学住以自己为荣并教育自己,允许自己拥有更多你认为可能的事物。 我们邀请你与我们一起在更高的领域中游戏,并宣称自己真的是如此值得拥有无限丰盛。 这必将成为你生命中最充满喜悦,充满繁盛与创造力的时刻。 你是丰盛源头,创造金钱,第一章你是丰盛的源头静默,闭上双眼。 像一件你想要,而后来也得到的某件事物。 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得到这事物之前,之后的感觉你想拥有这件事物的积极思想, 你内心知道你将会拥有它们,还有当你得到时的那份喜悦。 任何时候你都在自然,自动地在显现事物, 你都在运用思想与感觉来创造你想要的一切。 显现是一个过程。 在这个过程中,你把灵感、概念、事项与梦想从内在世界带到这个你能用身体感官来体验的外在世界。 当你想注意见你相当肯定能得到的事物时, 你会对它有着积极的画面, 你甚至可以看见自己拥有已经拥有了, 并且也不会担心害怕。 你想要得到它,有意向地想拥有它, 而且你也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, 使它能被带进你的生活中。 从内心你轻易地就能创造的事物来开始发展自己显现的技能。 当你对自己的创造能力有信心时, 你就准备好以更大、更无限的方式来显现。 你能创造的事物是没有限制的。 你活在一个无限的世界,一切都是可能的。 我是自己丰盛的源头,你是自己丰盛于财富的源头。 透过运作你的感觉、思想与意想, 你可以成为一个创造的大师,创造你想要的一切事物。 你的工作、投资、配偶或你的双清都不是你的源头, 是你,你自己才是风域的源头。 透过与你灵魂或大我的无限丰盛相连, 透过开启与更高力量,有人称这更高力量为神, 一切万有、宇宙心、基督或佛陀相通的管道, 或是透过表达,散发你内在的和平、喜悦、爱、幸福 与生机活力等更高的生命质地, 你会成为自己丰盛的源头。 精通创造财富,事物的过程其实比拥有它们还重要。 一旦你精通了这个过程,经济情况或外在环境将无法决定你个人的繁荣和丰盛, 因为你可以在你想要什么的时候为自己创造一切。 你可能需要改变你的思考模式, 扩展你认为自己值得拥有什么的信念。 得到每一件新事物,一部车,房子,更多的薪资的过程都会带给你成长, 让你学习,获一些新的技能。 当你对精通这个过程, 你就能使这些财富和其他物资成为你扩展意识, 帮助你完全表达自我的工具。 你的思想其实是相当真实的存在, 虽然你们的科学仪器还无法测得每个人的思想, 你可以把你的思想想成是许多磁铁。 这些磁铁来到这个世界, 吸引与这些磁铁相应的物质在复制为形式。 所以,你周围的每件事物, 在它们出现在现实环境之前, 其实都是某些人心中的思想。 车子、道路、房屋、建筑屋、城市在变成现实环境的一部分之前, 都是以思想形式存在的。 你的思想先架构好你要创造的, 然后你的情绪为这些思想充电, 并将这些思想由内在世界推进外在世界。 你的情绪力量欲强, 你就能以更快地创造出你想要的事物。 意图的作用就是导引思想, 情绪将焦点稳定地集中在你想要的事物上, 一直到你得到它们。 我将焦点集中在我所爱的事物上, 让它们来到我的生活中, 因为思想将会决定你吸引事物的模式。 所以,思考自己要的是什么, 要比起思考自己不要什么还要重要。 你将不可能因为恐惧什么或憎恨某事物的反面而得到你要的。 比方说,厌恶贫困的生活并不会使你拥有财富, 因为能量随住思想在流动, 所以焦点所在之处, 就是你将会得到的事物。 你若欲喜爱财富与丰盛, 你就会欲清楚地描绘这景象, 并将它们带进你的生命中。 以积极的方式思考也是很重要的。 积极的情绪与思想会将你想要的事物带来给你。 负面情绪不会带给你你想要的事物, 负面情绪只会带给你你不想要的。 用些时间静默、反省, 并积极地来想你要的事物。 如果你不能以更高的方式思考, 性思绕在一些问题上面, 那么你就在拒绝风声进到你的生命里。 无需对自己负面的思想感到很糟。 如果你对负面思想感到恐惧和讨厌, 你将会给它们更大的力量。 你能够以更大的宽容来回应这些消极的思想, 就好像它们是个小孩, 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方法。 对它们微笑, 提供它们一个更加的解决之道。 如果你确认出一个负面思想, 你只需要把一个积极的思想放在它旁边。 比如说, 当你发现到自己再说, 我没有足够的钱时, 你只需简单地说, 我的财富无比的丰盛, 我的思想是积极地充满了爱的光芒, 积极的思想比负面思想拥有更多, 更大的力量。 一个积极的想法可以抵消掉数以百计的负面思想。 你的灵魂为你挡掉较低的, 负面的思想, 不让它们成为你的实相。 除非是那些显现之后将会教导你, 让你成长的思想。 你的灵魂与这个宇宙一直在爱住你, 一直在保护你。 当你的思想变得更高闪, 更积极, 你的灵魂就会让更多更多这样的思想显现在你的生活里。 你欲进化, 你的思想就会更有力量来创造你自己的实相。 默奏再来啦。